接下來我們要看一個重要的電影拍攝技巧 叫做去除綠背景 在很多電影拍攝的場面當中 我們會看到人飛起來之類的這種動作 實際上這些人通通在攝影棚裡面飛起來 他在攝影棚裡面什麼動作都 並不是真正的飛 而是他在攝影棚裡面要嘛就吊鋼絲 要嘛就是只是擺個pose 然後就感覺好像飛起來 那這是怎麼做的呢 他分成兩個場景 第一個是在攝影棚裡面用一個綠背景 然後第二個是去外面拍外拍 那接下來把這個綠背景跟外拍做結合 然後就會變成 你看到這個人跟場景已經結合起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輸出結果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跟場景已經輸出結合起來了 所以這個人好像在湖的這邊拍的 實際上他是在攝影棚裡面拍的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用的技巧是 把影像導入到一個叫Channel Key的這個東西裡面 Channel Key呢可以把單一的屬性 顏色屬性給分開來 然後綠除掉 那比如說我們選擇RGB的部分的話 他會把顏色分成紅綠藍三種顏色 RGB 然後呢你可以設定說 我顏色高於多少或低於多少 這個單純的顏色高於多少或低於多少 就把它綠除 那我們設定高於0.9的部分呢 不是綠除 就是低於0.9的部分就會被綠除 那當然不可能高於1.0 所以上面沒有上限 那下面是低於0.9 這樣子我們就期望說可以把很綠的部分綠除 那很綠的部分進來之後 確實綠除了 那你會看到這後面有它的手的影子 這個手的影子呢並沒有被綠除 因為它有點黑 它不是那麼綠的 那這沒關係喔 當我把這個有點黑的部分 就是綠除的還不錯的部分 然後再導入一個稱為 alpha over 稱為 alpha over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節點之後呢 那你就會看到 alpha over 我的 這一個 mix vector 是 射成0的 然後呢 這個fac呢 是射成1.0 那這時候呢 兩個影像進來之後 alpha over的意思就是 讓其中一張疊在另外一張的上面 那 當這個疊在它上面之後 那這個人 就整個疊在環境上面了 此時我們因為這個 是composition的節點 所以它就整個輸出了 輸出到畫面上 但是呢 如果 這樣子做的話 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我們會看到 你這個人 的 綠色部分 沒有綠乾淨耶 你看 它剛剛的那個 手的陰影 手的陰影 還在這裡耶 那這怎麼辦呢 如果手的陰影還在 那看起來會有點怪怪的 所以呢 我們再加一個 Color Spear Color Spear 這個東西就是 把那種 它所謂的Spear 就是 就是那個 綠布所反射出來的綠光 綠光會 反射到人的身上 那這叫做 溢出的顏色 那把這些 溢出的顏色呢 再度濾出 那 當我們把溢出的顏色 再度濾出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輸出的結果 我把現在 現在把這個 再度 濾出完之後 的結果 接到 composite上面 好 你可以看到 下面這一個 圖的那個 原本綠綠的部分 已經不見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 比較自然的 一個 融合方式 那那個很 很明顯的 綠色圖物的東西 就不見了 好 那我們再 接回來看看 因為 這樣子接你會發現說 喔 好像看不太清楚 再接回來看看 有沒有 綠色的又跑出來了 OK 那我再接回去看看 再接回去 喔 綠色的又不見了 所以 當你用colorspeel的時候 就可以把那些 泛光 那個 綠布所產生的泛光 或者是各種 顏色的布 所產生的泛光 把它去除 好 那這就是我們 去除綠背景的方式 那最後呢 為了要把這些東西導成圖 那所以我分別弄了兩個輸出 其中一個輸出呢 是輸出到這個檔案 另外一個輸出到另外一個檔案 這樣子 這兩張輸出的圖呢 在我們看到的這裡 就會看得清楚 這個是 有綠 綠背景還沒有完全除淨的狀況 那這個呢 就是已經去除掉的狀況 那當然你可以把兩個 放在一起看一下 或許會更清楚 OK 你把兩個放在一起看 OK 這一個已經除淨了 這個還沒有除淨 所以有綠色 這樣看起來就很清楚 好